我认为现在对收买方的量刑期限过低了 应该提高收买人的起刑期限 从三年的量刑期应该提到五年以上 因为收买人往往还伴随着其他的犯罪行为 比如说有强奸 有故意伤害 有限制自由的这样的一些犯罪行为 那么如果说这些犯罪行为 宿罪并罚的话 情节严重的可以直至死刑 另外一个就是对民事赔偿的救济力度应该加强 首先是对我们实际造成的损失 应该按照民法典的惩罚性赔偿的原则 要对未来可产生的损失 也要基于赔偿 另外一个 要对民事附带 行事附带民事诉讼 要扩大到精神损害这个范围 要对精神损害的赔偿金额 应该予以提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